監視器拍下一名男子慌慌張張 跑進派出所 衝進報案櫃台 因為車上的五歲女兒 突然抽搐意識不清 父親心急如焚到派出所求救 警車出動 為女童開道送醫 原本三十分鐘的路程 縮短成十分鐘 我知道我知道 你那個太緊張了 慢慢來 交給專業的來 你真安全 緊急送醫 父親好掛新女兒狀況 警方也連忙安撫 事件發生在高雄鳳山區十五號晚間 五歲女兒身體抽搐 父親路過派出所 立刻下車求救 所幸女童就醫後沒有大礙 小姐 你要送醫嗎 另外在高雄陵園 一名女子開車行進萬大橋時 恐慌症突然發作 呼吸困難 手腳攤軟 無法開車 當時橋上車水馬龍 女子只好趕緊向警方求助 你等你朋友來啦 同時預算呼吸 女子拿著塑膠袋 套住口鼻不停呼吸 看似非常難受 當時女子將車停在橋上 動彈不得 警方趕緊幫忙 將車移到橋下才解決危機 一場橋上清魂劑平安落幕 記者蔡商及羅菜窑高雄報導